大家好,歡迎收看來自黑板的成都型Vlog 在長榮商務艙那集的尾聲有提到 一下飛機就有超多恐怖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呢? 我發現我當下真的太亂,所以講話很零散 我現在來一件一件慢慢的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情大家都需要知道 如果你有像我一樣這次是購買eSIM的話 就是沒有實體的SIM卡 你一定要記得你要啟用的時候 一定要連接Wi-Fi 好,問題來了 我一下飛機去哪裡找Wi-Fi 我原本想說機場這個地方應該隨便都有吧? 有,是有的 但是連線後它跳出必須要有帳號密碼 礙於我沒有加8的號碼 所以我這時候也沒有辦法申請 這時候的我就開始慌了 想要趕緊的去拿行李跑出關看怎麼辦 這時候行李輸送袋 突然卡了至少20分鐘完全沒有動 我想說Excuse me 我已經被貼了Priority的貼條 我竟然還是最慢拿到的那一個 衝出關信號有工作人員跟我說 二樓有Wi-Fi機可以拿Wi-Fi密碼 跑上去拿密碼連上網路後發現 我們在Booking.com上面的那間飯店 根本沒有在那個地址出現 打電話也沒有直接被放鳥 這件事情後面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於是就趕緊的再訂一間飯店 所有一連串的恐慌這時候才結束 真的一下飛機就筋疲力盡有夠刺激 好吧這次插曲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可以把成都行開始了 雖然說一開始都能照 但是越照越要用力 是吧稍早商務場面也沒有跟大家說會辦電話 現在也處理好了就快樂完了 這根是什麼 這根要去查一下這根是什麼 通訪名字 講解一下這什麼 這什麼建設路 這就叫建設路夜市嗎 對的 對的 哇 這個台灣人一定會懂我 這一定是大門 哇 成都第一餐就長這了 就大概是這樣子 Oh my God 死吧 哇 這個超好吃的 全部都看不懂 對 蝦滑 我只看得懂蝦滑 就完了 Go Go 走起 我沒有想過這麼嗆 我還是適合這種對嗎 我算是蝦滑的翹楚 一球一球的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豆瓶是我的愛 喘喘 嗯 嗯 哦 哦 就是這個味道 東北的味道 我找這個味道很久欸 見到一個我的老朋友 有沒有看到 這個顏色的肉 最適合入口 非常的剛好 牛肉 我剛剛丟了一堆土豆進去 然後 不見了 Why 欸 這鍋看起來很鮮很好吃欸 有沒有人要 他刷臉 你有什麼不用勉勵 不是 我去教你 沒有網路 我們又浩浩蕩蕩的回到成都 成都級又繼續了 我們剛剛不小心隨意的被丟在路邊 結果大家現在搞不好搭地鐵 自己找車子回去 家裡還有20塊的車 給這間大巴一個 五星好評 我們要先回飯店 再見 回到了飯店 現在要去吃 傳說中 比刁民還好吃的酸菜魚 先拿飲料對嗎 對的 剛剛在洗茶店 不知道兩杯什麼東西 現在跟個 現在跟個驚喜包一樣 我還不知道我要喝什麼呢 住在建設北路 這袋其實也不錯 下面那整排都是 第一天那些吃的 然後飯店就在這樓上 最主要是那邊有一整排的 類似夜市 小吃灘在那邊 等等晚上我們會去那邊買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它這個位置啊 其實 它離市中心還蠻近的 然後 它是在比較靠近二環上 然後離機場也不遠 如果你是雙流的話 其實也不遠 那天府的話 我轉過來大概是 一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是一個交通方面 最主要是它機能也好 然後我那時候沒有排到的 排六十多杯的喜茶 就剛好開在隔壁 那這邊呢 它的店是比較少人 所以有機會可以喝得到 喝什麼的 綠葡萄 綠葡萄 綠葡萄雞飲 喝一下 你要我講真實的感覺嗎 我們有一種清潔劑的味道 你有喝出來嗎 熟悉的壽司啦 外面的天空 已經 8點了 還在 還在量 好多人 有一隻熊貓 趴在牆上 現在我們在這個 群光廣場 我們在那邊瞎緊張 根本沒有人 笑死 來吃泰鱷 來龍蟹 耶 這個加小說 加兩個什麼東西啊 白飯 冬粉 然後還有一個 冰粉 還有冰粉 這樣的泡餐只要140 要用美團喔 可是前提是你要用美團 比如說你要有中國的加86的號碼 我已經一直看到它的東西 吃 先吃吃小豬肉 看看 泡的吃 會吃的像你喜歡的 胡蘿蝠魚 泡的吃比較貼 上帝們 看一下這個魚 把它泡在這邊 直接搞在這個塊上 直接給它搞裡頭 嗯 怎麼樣 皮鴿蝠的好吃 對吧 真的 而且它有這個 伊拔 伊拔厚醬 喔魚頭 有沒有看到 妖明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排這麼久咧 這明明有比較好吃的東西 但是這個是廣東菜 所以試算很少人吃 OK 喔 喔 好嗎 這當然是像裝粉絲 好啊 它以為是那個耶 湯圓 喔 湯圓 這口感好搭喔 小湯圓 好 吃完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喔 接下來看有沒有一些東西在吃 18塊的蛋黃蝠魚 好重喔 好了 這沒意外的呢 大概是這次 成都的最後一個片段了 這個是剛剛在樓下 建設中路的夜市 買的肥腸 這個22塊 然後這個是 蛋包洋芋 好 這桶就牛逼了 三串烤麵筋10元 三串澱粉腸10元 這個一整把的烤串也是10元 所以這杯是30元 價錢算是挺超值的 先吃這個烤肥腸 不好吃 沒有油 然後蔥菜乾 22丟水溝 就成都第一個才來的 幹 這菜是要直接拿給你吃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 烤麵筋 烤麵筋 就等於一串才3塊 好香喔 烤麵筋 烤麵筋 再來吃個肉飯 肉飯是最好的 好的感謝各位看完本集 成都短暫的VLOG 不難看出來都是在吃吧 因為成都其實只有頭圍兩天 其他天都在韭菜溝 所以沒能好好的觀光成都 我期待下次再更仔細的去走跳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酒菜溝那集 真的此生必去 謝謝大家在看完成都VLOG 我是烤麵筋 下次見 拜拜